好 下面我要讲一下如何选择牙刷和牙膏给小朋友 那通常来讲选择牙刷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这种手动的牙刷 就像我们平时用的一样 另外另一种是电动的牙刷 电动牙刷呢 现在的小朋友牙刷有很多种 它有的可以放音乐 还可以定时 那最基本的情况就是说 当你选牙刷的时候 你要根据你小孩的年龄来挑选 你去商店里的时候 在牙刷的那个包装上 它都会写明 这个是适合低于两岁的小朋友 这个是两岁到五岁的小朋友 那根据它年龄的不同 它牙刷的设计也不一样 年龄小的小朋友 刷头就会比较小 而且这些刷毛就会非常的软 这样的话当它刷牙的时候 就不会伤到它的牙龈 然后当年龄大一些的之后 它牙刷的大小 它也会根据这个有所改变 另外一个是选择牙膏 选择牙膏的时候呢 也是要看牙膏上面的包装 通常来讲 一岁真的小朋友 我们是不建议它用牙膏的 因为一岁之内小朋友 他还会有那种条件反射性的吞咽动作 当你往他嘴里放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吞掉 所以我们不希望小朋友 把那些牙膏的成分都吃到肚子里面去 所以说一岁之内的话 还不要用牙膏 然后当他一岁到两岁的时候 我们选牙膏的时候 一岁到两岁的小朋友 他要选那种可以吞食的牙膏 就是当你去买牙膏的时候 他包装盒上都会写 这个是可以吞食的 因为一岁到两岁的小孩 他刷牙的时候 他也是会觉得这个味道就很好啊 他刷着刷着就会咽掉 所以说这种可以吞食的牙膏 是没有害的 就是即使小朋友吃掉之后 对身体也没有伤害 而且这种牙膏里面是不含佛的 因为如果说牙膏里面含有佛 那小朋友他不知道不能吞掉 都吞到肚子里的话 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吃掉很多的佛 这样的话就会干扰他的横牙的发育 所以说两岁之内的牙膏 跟两岁之后的牙膏 那是不一样的 那当小朋友两岁之后的话 那他用的牙膏里面就会含有一些佛 因为牙膏里面含佛的话 它是会防止牙齿取坏 这时候小朋友他也会懂得用牙膏刷完牙之后 要用清水树干净 所以说相对也会比较安全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如何选择牙刷和牙膏 不同年龄阶段 适合什么样的牙刷和牙膏 我们下期待的牙膏